你去 妈 吃药 我不吃 除非你让周晓来 你是不是跟我们家周晓吵架了 没有 你那天脸上的伤 真的是摔的 真的 那他为什么那么多天都不来看我呢 可能是因为他最近课比较多 没空来看你吧 他以前都会给我打电话的 如果他没有时间来的话 他也会给我发微信啊 他忙完了就会给你打的 儿子 是不是周晓得考虑了 觉得还是不能接受妈妈的病啊 他要跟你分手 没有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别胡思乱想了 那你发誓 你发誓 你就发誓啊 你先把药吃了 你先把药吃了 周晓跟我说话绝对不会那么凶的 也不会那么严肃 嗯 你在说不停 刘老师 一会儿新入职的同学就来了 我让他们让你这儿来领工作证 行 没问题 哎对了 那个离职的同学 什么时候来交接工作啊 也是今天 月子 对了 周晓 一会儿你配合一下 招饭周的交接工作 好 那你中午就跟周晓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你问问他 什么时候有时间 就给我来看我好不好 又把树乱放了 他今天过来 赵 赵凡周 好 你准备蹲多久啊 知道了同学 你干吗啊你在这儿 来跟你当同事啊 怎么样 开不开心 嗯哼 开心 你怎么会在这儿兼职啊 你看 这又有空调 又有钱站 为什么不来啊 果然 越有钱的人越喜欢赚钱 行了 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就不能对你好了是吧 走吧 等 你 你 你